根據路透社報導 根據貨物跟蹤服務機構Watesa Analytics的估算 中國5月份從俄羅斯海運石油進口量 達到創紀錄的每日110萬桶 而今年第一季度是每日75萬桶 去年則為每日80萬桶 石油貿易支持者告訴路透社 以中石化和鎮華公司為首的中共國有企業 將在5月份購買俄羅斯遠東旗艦產品 ESPO混合油產量的三分之二 而在侵略戰爭之前則是三分之一 俄羅斯的石油出口量也預計5月份 大約比4月份增長6% 路透社更透露 與入侵前相比俄羅斯的石油價格 每桶低了大約29美元 遠低於來自中東、非洲、歐洲和美國的石油價格 這個對於因為經濟放緩 利潤縮小的中國煉油廠商來說 無疑是一個好消息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進口國 為了避免因為公開支持俄羅斯 而遭受國際制裁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頭一個月 中共也削減了與俄羅斯的石油交易量 由於歐美逐步在削減甚至禁止俄羅斯的石油進口 而目前油價如此之高 嚴重依賴石油進口的中國經濟受到很大的打擊 所以中共購買俄羅斯低價石油 經濟上佔了便宜 政治上也賣個乖給俄羅斯 今年2月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美國、歐盟、日本等很多國家 對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的分離地區 如克里米亞、頓列茨克、盧金斯克 實施了史上最嚴厲的國際制裁 為了這樣 美國、英國和其他一些主要的石油買家 停止進口俄羅斯的石油 歐盟正在確定新一輪的制裁措施 其中包括在5月15日之後 除非為了確保歐盟絕對必要的能源需求 歐洲公司禁止從俄羅斯購買石油 但中共根據之前的政府間協定 通過管道從俄羅斯進口石油每天大約80萬桶 加上海運石油 中國5月份從俄羅斯石油進口總量達到每天近200萬桶 這個減弱了西方制裁對俄羅斯的經濟打擊 黃克指出 歐美對於俄羅斯實施石油禁運導致油價飆漲 對自身經濟亦都會造成殺傷 中共從自己的戰略安全的角度來考慮 尤其是眼看歐洲就是因為能源依賴了俄國 造成現在這麼一個非常不好的後果 它使得中共也不可能讓自己的能源去對俄羅斯產生依賴 所以這種採購是有限的 據了解 中共從俄羅斯的石油進口量佔它總進口量大概是15%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表示 由於受基礎設施和運輸方式的限制 中共無法短期之間取代歐美的市場 美國國安顧問沙里文在5月19日表示 中共購買俄羅斯石油的貿易 目前沒有觸及西方國家制裁的紅線 中共的逆流移動早前是中國銀行保險監管理委員會主席 郭樹清3月2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中共不贊成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事件 對俄羅斯進行金融制裁 而且也不會參與相關的制裁行動 當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也再度聲稱反對制裁 並表示中俄雙方將會繼續開展正常的貿易合作 微偶將一些俄羅斯銀行 從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支付系統中剔除 阻止俄羅斯中央銀行動用6300億美元的國際儲備 信用卡巨頭曼士達卡和VisaCard 在前幾天宣布禁止多家俄羅斯金融機構使用它的支付系統 雖然中共官方聲稱不參與金融制裁俄羅斯 但彭博社披露 中國兩家大型國有的銀行 中國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 已經限制採購俄羅斯大宗商品的貿易融資 特別是美元融資 中國工商銀行的離岸部門 已經停止簽罰美元計價採購俄羅斯大宗商品的信用狀 路透社在星期一引述知情人士的說話 中國銀行新加坡分行已經停止為涉及俄羅斯石油 和俄羅斯公司的交易提供融資 外交學者指出 中共的策略非常曖昧 中國應該不會明白地跟國際社會說明 說它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布蘭 但也不會支持美國對俄羅斯進行制裁 也就是說它不想得罪俄羅斯 也不禁得說它要支持美國 應該說是什麼 一種比較平衡的 但是又很難討好兩方的一個政策 經濟學者指出 之前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遭到美國金融制裁的時候 中資銀行因為怕被踢出Swift 都冷眼旁觀 並且沒有出手解圍 這次對俄羅斯也是一樣 由於國際金融制裁 即使中俄之間用人民幣和盧布結算 也存在問題 但是被俄羅斯解決了 俄羅斯要求要用歐元結算 他知道一旦它戰爭開始了以後 可能會受到來自於歐盟的制裁 那它的歐元就淡進糧結了 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後 盧布貶值超過30% 俄羅斯最大的國有銀行 星期三在倫敦證券交易所的股價 暴跌95% 交易價低至1美分 中共雖然表面上主張 通過協商解決俄烏問題 但是直到現在仍然拒絕 將俄羅斯對烏克蘭展開的軍事行動 稱為入侵 同時強烈反對西方制裁俄羅斯 近期還採取行動 要購買更多的俄羅斯能源和農業產品 損失慘重 歐盟、美國、加拿大 還有東南亞聯盟的這些國家 沒有一個敢對中國在口懷送爆 中國在歐盟還有一個叫中歐聯合投資協議 這個事情會永遠的隔淺 與此同時 中共借中美建交50周年之際 突然向美國示好 新任駐澳洲大使也放願口吻 稱北京願為收復中澳關係 雙向而行 《華爾街日報》指出 中共領導層要在二十大前維穩 可能也不願意激起與西方的進一步對抗 被中國經濟帶來額外的壓力